男男男道德权不对知音不可谈 对了知音谈几句 不对知音枉费舌剑 那个你们可没接上啊 按说呢这个摔木头是有规矩的啊 摔在画里头摔在画外头 它是分官里官外 但是我们这个独特的跟观众这个关系啊 有时候就考虑不了地狱的特征 它是一个斗智斗勇的一个过程啊 谢谢爸 谢谢您各位这么喜欢啊 听我们这说书啊 说相声唱戏什么的啊 能力一般水平有限 都是您各位捧 无君子不养义人 因为什么呢 这艺术你说到天边去 它也是一个谋生的手段 我老说你不要把它抬得特别高 抬得特别的高的话 会影响老百姓喜爱你的艺术 你把它说的都高科技了 谁还搭理你啊 我这东西了不得了 这莫大的情怀 如何如何怎样怎样 但是你告诉人家三毛五两张票 那就没有意义了 既不能过分的高抬 也不要贬低看不起 啊 这三门艺术 你说这不叫玩意 不叫玩意 成千上万的人指着吃饭 这是多的功德 所以它了不起 但是呢 我们要端正态度 它就是一个手艺 就这么简单 有时间大家来听我说书 听我唱戏都挺好 好 好 这一看这都是买着票的了 好像唱戏的票现在不太好买 麒麟巨社的票不好买 买不起不能吧 没有多少钱呢 很便宜 还嫌贵啊 家呆着吧 家呆着不要钱 也不容易 你得那么想 后台这么些人了 连老代哨又擦腌润磨粉了 不要嫌贵 你猪肉都涨价了 何况唱戏的呢 是不是啊 不容易 这个多看个戏其实挺好 当然现在戏不好看 也是有原因的 你过去来说 一出戏八百个唱法 啊 现在来说吧 八百出戏一个唱法 它是不好看 唱戏的自个都不爱看 啊 这就是这就是不容易 过去来说 每一个演员对苏三旗舰 啊 八个演员八种唱法 这后来也不怎么着了 越干越回去了 不这么唱就不对 啊 而且呢 有部分观众 他家里有两张老唱片 有一段音频要了亲命了 谁跟他手里那不一样 你就是万恶 啊 不好伺候 其实呢 这是错误的 这个东西它应该是 越走道路越宽 同样一出戏 不同的演员 不同的处理方法 过去的好角 好演员 哪有千篇一律的 我今儿嗓子痛口 就多唱点 今儿不痛口少唱点 或者唱着唱着 其实这有问题了 这块就掐了 明是改别的了 戏是活的 你把戏唱死了 挂子养王八 越养越虚 不像话 不像话 刚才后台 我跟他们聊天还说呢 刚才他们后台 拿个视频那看 某位京剧名家唱这个 杨家将碰碑 碰碑都知道老令宫 最后死了 庙是苏武庙 碑是李灵碑 令宫身到死 谢家又丢亏 这一撞脑袋 躺那死了 我说过去人家有那决人 就不撞了 就不死 比如说刘洪生先生 刘派 说刘派可能您都不太清楚了 你们知道有京剧高派吧 高派是打刘派来的 高派望上 这是刘派 刘洪生刘先生 北京顺义人 最早是卖刀子卖剪子出身 嗓子太好了 唱戏 也唱花莲 也唱个老生 我说怎么又唱花莲 又唱老生 过去好角都这样 人家这个好角是 不演行当 演人物 按故事来 哪能后来 那都是有工资了 把他们都救了 你带个戏班出去唱戏 到这个村子一唱戏 今天的故事 主人公是谁 你就觉得给人唱谁 什么叫花莲老生啊 你就硬的是那人物 这就看能力了 但后来这个 到专业团体了 我只唱某一派的某三出戏 这三出戏管你一辈子就 那这搁在江湖上 就得饿死 过去好角就是 就分男活女活 老生带老蛋 带花脸带小花脸 你是个男的吧 好 你唱花脸吧 唱老生 哎呀 其实花脸没来 也是你唱 老蛋没来 也故你是男的 男活就是你 很正常 约定俗成 为什么呢 吃饭的手艺 没有说饭馆里边 这个厨师只应拌白菜心 这个厨师只应这个鱼香豆腐啊 那就得饿死你们 就得什么都会 顶多唠一个 这他是定面二的啊 面食归他馆 炒菜归我馆 是这么才对 这是规矩 比如说刘鸿生 刘先生 唱那个碰碑 他也是 妙是素妙 碑是李灵碑 令公公身至此 戏来又丢亏 就这么撞三下 完事 脸就冲了一战 上四个鬼 河龙口站住了台上 把观众挡住 他在里边穿上白开裳 戴上金大洞 拿一个鹰肘 就是佛臣呢 这一转身 众归宿 随定黎家宜 跪天取原者 就这一个者 满堂的好 死了死了 最后就这一句 还要一满堂好 观众也很认同 他这是打帮子班来着 帮子有这么唱的 为什么杨继烨撞死了 最后归天了 成了天上的星宿了 观众也很认同 但是一般的角 不敢这么唱 前面大段的凡尔黄 到最后这面白 还得要下来 要不下来 很难 当天他在上海 唱这出戏 他唱完了 今天这场 最后一场 要回北京了 后边的又角接他 打北京 接了一个唱老生的 张玉婷张先生 园子老板接来 张先生咱们听听戏 就是刘老板最后一天 他的这个碰杯 他唱完名 回北京 您接他这歌 咱坐底听着吧 好家伙 打着导板开始 台下见五个好 打这起唱 一句一好 到最后 归天去 满堂的好 张先生坐底 哎呦我接不住 当天晚上吃夜宵的时候 酒呛心血去世 转过天报纸 登的就是 刘鸿生吓死张玉婷 但是那 爆射人 抓眼球嘛 但是这事大小也差不多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戏 不是只有一种唱法 不是你说 我看过电视 播这首戏 它就是那个样子的 就是只能那样 不那样就不对 那是你不对 你的眼界小 戏一般有句老话说的好 你这玩意儿 不怕能力差 就怕眼睛穷 你都没见过好角 你知道什么叫好角 对不对 你只见过一个剪辑版的 35分钟的戏 你觉得这就是好戏了 那是你没吃过香东西 反正说书 唱戏 说相都是如此 为什么呢 这个道得越走越宽 站在台上 今天什么样的观众 今天什么样的环境 我们今天的戏 怎么唱 节目怎么演 你得指这个吃啊 对不对 得了 闲话少说 书亏正传 不能老说先本 再聊会儿也行 对说书的来说 就是度哪儿得宽敞 正时我们也得看 也时我们也得听 好多事情呢 当然不能说听完了 听风就是雨 这也不行 听完之后到我们这儿 我们就自己的分析 这个对 那个不对 这个偏激 或者那个如何如何 我们要批判性的来说 你得这样才能跟大伙 聊得一块去 人不是说花钱买票 坐这儿 听台上你跟怨妇似的 叨叨叨叨叨的 这不像话 那么今儿个咱们 聊点什么呢 吃的都行 行 好不然那大胖姑娘说吃的 我为什么要说人家大胖姑娘呢 说这孩子伙食好 这个一个说相声呢 一个唱戏的 对这个吃啊 还都是挺讲究 你比如说 你有时间跟什么于谦老师 都聊一聊 对吃他们都有一套 于老师 北京小吃啊 包括什么炉煮什么的 他不光爱吃 他自个都能做 他能做 也爱吃 他结婚的当天晚上 你想想 该闹洞房了 他带着媳妇 带着一大帮人 上街上吃炉煮去 亘古一人 这个 那会儿 说一个 你们没听过的书吧 好吗 我这个 可能会的也是太多了 都查到一块去了 我打小说书 那会儿 在天津嘛 每周有这么一天 在老高先生家 天津的所有的说书的 连西河大谷书的 这个老头老太太们 每周五是周四 在他们家有一大聚会 少了十几位 多了二三十位 老头老太都说书的 那会儿就我小 七八岁八九岁 在那伺候着 给倒茶倒水 端瓜子什么的 干这个 天天听他们聊天 说的都是评书这点事 这儿待了好几年 后来我老叔 我说这个 你上什么学校 也不会有这个发生 现在回头想一想 那个时间真是 相当于上了八个大学 是一样的 先话少说 书归正传 给您说一个 说一个小书 小书就不如二大呀 各位赏一下耳音 给您念读一段 北京奇文 这个奇文嘛 就是不是真正的历史了 但是这个书呢 也好说 怎么呢 你要说 咱们说啊 一九几几年 在北京什么街上 发生的什么事情 这个一会儿 您偷偷摸摸摸 你就拿出手机来 跟那搜了就 这个难就难在这儿了 说书说向唱戏 现在这个互联网 就是我们的对头 尤其好 有那热心观众 他这个 他那个不对 如何如何 姑妄言之 姑妄听之 我这么一说 您这么一听 今天的故事 发生在什么时候呢 发生在这个 清末民初 所以这个东西呢 四个字啊 咱们就把这个 时间定位 就定在这儿 你要说 一九零三年也行 你要说一九零五年也行 你说这个 几月咱都差不多 咱们就模糊一下 这个概念 就跟拍电视剧似的 他们管这叫架空 愣说有这么一个朝代 皇上叫什么王老大 他不能明旨啊 我们这个也可以 清末民初 清朝末年 民国的初年 这一说您就知道 你就会有那个印象 那个概念 从服装上 穿上答案上 就都知道了 故事就发生在北京 北京这儿呢 那是不用多介绍 没有人不了解 如果实在你不了解呢 你就掏出手机来啊 你跟那儿一搜 你搜完之后一看 我一指你 出去 听你的听我的 其实说这户人家呢 姓杨 这个大名呢 叫杨凤鸣 但是没人管他叫大名 都喊小羊子 住哪啊 前三门 就是北京前门 就属于南城啊 南城在过去来说 是热闹所在 前三门这边 北京这个 尤其前三门一带 不管是艺术 还是吃食类的 在这儿都是一个大聚会 拿北京的这个食品来说 北京的美食 你看这么些年你说川菜 粤菜 鲁菜 淮阳菜 是吧 但是 其实它没有一个完整意义上的精菜 就这些年愣说啊 说有北京菜 但其实呢 北京菜的前世就是人家鲁菜啊 它就是鲁菜 它没有北京自己土生土长的什么菜 你像川菜 粤菜 你一听 你有概念 北京菜 你告诉有什么概念 没有概念 那你说 爆三样 什么这顿牛肉 那不是啊 那都是人家鲁菜这东西 北京的菜存两种 一种是宫廷菜 一种是民间菜 宫廷菜那就是鲁菜 有鲁菜 有淮阳菜 什么都有 全国的名徒来了 给皇上做饭 啊 至于说民间 民间小吃剧毒 而且就以前三门这代为主 啊 你过去穷人吃的东西 你们也不爱听 你包括豆汁啊 什么羊杂碎啊 什么炉煮这类的 它肯定是穷人吃的东西 对吧 炉煮火烧 我不知您各位哪个爱吃啊 我们单位有一叫鱼芹的爱吃 结婚那天还带人出去 我不能背后给人串闲话 因为我看人少啊 你可忘了还上网呢 啊 炉煮 炉煮煮前身呢 据说就是 酥造肉 苏州制造方法的炖肉 叫酥造肉 乾隆下江南 走了苏州 来一厨子啊 给皇上炖肉 皇上一吃 哎哟 皇上可能也不这口音啊 皇上 很好很好啊 皇上普通话差点 就把这厨子老张 带回皇宫 这个酥造肉好吃 后来这方子呢 就流传出来了 有人也摆摊卖炖肉 但肉贵 对不对 下水便宜啊 买点猪下水 按照那个方法 来炖这个下水 哼 味好 洗干个洁洁的 完事呢 说再不行 拿调料再折 蒜泥啊 辣椒啊 香菜啊 就这个东西 这一折 说这个干活的 人吃着玩 不糖时候 加火烧啊 加炸豆腐啊 这么一大碗 你想他这东西 还一定是那个 卖力气的爱吃 终归它是个荤姓 而且也是按炖肉方法来的 味道又好 饭量大的 那个多加火烧 对吧 我来三百个火烧 你是干嘛的 我是炖完了卖去的 没有搁这个啊 有的喝酒来菜底 有的来俩火烧 来一个的 也都有 这就吃的便宜 你砸碎不也是吗 豆汁 豆汁 出了北京 北京郊区都没人喝 那过去来说啊 北京郊区没人喝 就是北京以南城为主 有这么一批人爱喝 到北京郊区 郊区他不缺这个啊 豆汁那是做绿豆的下脚料啊 人家拿那玩意都喂动物 啊 在外地人谁喝了那个呀 又酸又臭 但是这两年越喝 味儿越不对了 因为有时候原来 那些年老在 德云社演出的时候 离这卖豆汁里都近 哎 端来 那个有了一闻 哎 这行 但是后来这些年 可能竟照顾这个 旅游这个观众的口味 也不酸也不臭 这也不灵了这个啊 非得是那个味儿太痛苦了 所以说小吃 你看这过去来说 就这两样嘛 一个皇宫类的 一个这个 它是以前三门这为戒 戏曲也是 戏曲也是以前三门这 以诸事口为戒 打诸事口就开始 往天桥那边走 什么平戏了 河北邦子了 小剧团呢 都在那边唱 大绝 这在这边唱 中和呀 广和呀 什么广德楼啊 哎 这都是唱京剧的 大绝在这边 以诸事口 十字路口 为标志 啊 那么说 咱说这小羊子 住在哪呢 诸事口边上 这个前门大街 有一大奖家 胡吐 现在我可能是拆了呀 都没有了吧 应该是吧 哎 大讲的胡吐 住在这 两口子 这个媳妇的娘家呢 是给戏班跟包的 什么叫跟包呢 比如说这有一唱戏的 大老板 唱戏的 别老板 老板姓别 别老板是唱那行的呢 唱戏大老板 老板得上圆子唱戏去 对吧 家住的顺义 那就在顺义唱帮子就得了 别跑到北京唱京剧来了 总管住哪吧 他出门唱戏去 今天走 以这过去来说呀 这个后台啊 他是有预备这个 关中的戏乡 关中这个词呢 是戏班的专业用语 什么叫关中呢 就是公共 这个我是戏班的班主 我要准备一套戏箱 甚至包括化妆品都得有 蒸这么一盆白粉 白粉 过去叫千粉 现在后来有那个 买点利德粉化妆品 当化妆品用 利德粉知道吗 刷姜 化工店 买那个 搁上干油 搁上白糖 砸 货匀了砸 上锅蒸 我当年唱戏 我都自个儿蒸 蒸完小盆 这后台得有这个 弄一大把笔 这个毛笔 都很刺的那个 就扔在那 这叫关中的 菜匣子 关中的就是 试绝来了 都可以用 但是到大绝 人家就得自己有 不能用你的公共的刺 服装也是 有公共的 就是关中的 反正各种色的东西都有 龙套的也得有 绝的衣服也得有 鞋也是 靴子 什么朝方 保底 什么也都得有 但是真正大绝呢 从上到下 从里到外 都得是私方的 我不能穿你那个 尺寸万一不合适呢 万一脏呢 对不对 所以说好绝 有点样的 都得穿自己的 穿自己的呢 就得带跟包的 为什么跟包呢 过去是 大家出来 今儿穿一件白蟒 白蟒里边 有一件衬靴子 再加上水裤 水衣子 胖稿 大领 靴子 勒头的水沙 网子 有一大包袱皮 弄好了之后 这个包袱 得有人给你背着 这个角坐车 或者怎样 然后有一个 跟着这个包的人 他是负责给你拿着 这叫跟包 到了后台 大的角呢 一出来十几个 给拿着uncle的 拎着靴包的 拎着形头的 拖茶壶的 有的连弦的干嘛 都是一套 大角一出来 好家伙 十几个人跟着 一般的角呢 你也不能说 我今儿唱时空展 来诸葛亮 我自个儿背着包裹 拿着东西 我跟搬家子似的 到那儿累了 嗓子也横了呀 所以但凡能唱几句的 都得有跟包子 一个俩 也得有人 这个很厉害 好跟包子 这份 我当年 我有特别有印象 有一个老马 勒头的 我们用过的 他给我勒过头 勒头聊闲天 他讲话 四大虚声里边 我帮过某一位 他说我小时候 也学过唱戏 但是不行 凉调 凉调 嗓子也不灵 后来呢 得了 已经干这行了 就在戏班里边 给人勒头了 他说你看四大虚声 谁谁谁 我棒着他 我跟他一天一地 人家是台上 举着四大虚声 全世界知名 我就是个勒头的 但是 我棒得严 要没有我 给他勒这个头 他今天这个戏 唱得不舒服 他说完这个话 我特别感慨 什么意思呢 一个人一晚饭 不要看清自己 你看他就会勒头 你看那个大绝 离开他就不灵 就是人哪 活明白了 我印象特别深 给我也勒过头 跑前跑后 确实 有人家 你什么都不用考虑 你就台上好好唱 你只要一下台 台下所有的 什么时候递你这杯水 这个水 什么温度 多赞给你 哪儿 这把热手机板递给你 说这场下来换衣服 一脱水衣子 这把热毛巾 啪就给你割到后背上 擦干净之后 干水衣子换上 那个 没有他 你死的心都有 这就叫能耐 也就说明人家活明白了 这叫跟包 小杨子这个媳妇 他娘家 是给梅先生跟包的 是大君 大君 咱们这个故事呢 也是真真假假 它不可能完全跟史诗 纪录片是一样的 但很多东西呢 它是有来历的 所以说还挺有钱 还不错 这个两口子自己过日子呢 有点这个为难了 早先呢 杨子他爸爸活的时候呢 还挺好 老头老周记他们 到后来呢 他爸爸去世了 家里边那个重担 就烙在杨子身上 得干点什么呀 商量来商量去 到最后想起来了 得了 不行啊 我出去打鼓去吧 打鼓啊 可能现在没有这个行业了 就是走街串巷收东西 分两种 一种呢 收的那些个 家具啊 什么笨重的东西 跟收费品似的 但是单有这个打小鼓的 还这个鼓小 这么大 小小棍 打着 走街串巷 收什么呢 瓷器啊 玉器啊 自画呀 现在说就是收文物的 啊 这个卖的是眼力 他们家以前呢 也算是趁点忙 而且他爸爸呢 跟古玩行呢 有朋友 所以说这孩子觉得 我还行 眼前的东西 不至于打了眼 因为这个古玩行 要说打眼 很正常的事情啊 北京好多人 他念头吗 曾经哎呀 北京是哪西四 挖地铁是哪夸 一大帮文物贩子都去了 逮着这 这瓷片 这我的了 这厉害了 光这块瓷片 我就能买了房 啊 上面写着北京府 这很厉害呀 啊 查北京历史啊 你说叫顺天府 你叫北平 叫这叫那 叫北京府的时候 什么时候 搜来搜去 说这最次 这也是得元朝 就这块瓷片值了钱了 啊 后来又找着那 单独一片 这四个拼起来了 北京俘虏 酱豆腐那台 说这整的干净的 装满了酱豆腐的事 28块钱 啊 大团12啊 这都是真事 这古玩行的事 好玩 所以这个说 我这买 卖古玩 买古玩 我这是什么 藏家 没打过眼 你放心 不可能 啊 不可能 说玩文物 搞收藏 没吃过亏 那就是诈骗 不可能 啊 一定是在吃亏当中 成长起来的 这很正常 啊 小羊子说 就来这个呗 啊 来吧 来是 这是得 丢点本 他不是干别的呀 你要说买点菜哈 也就那样了 你这真碰见 唐伯虎的话 你给人钱不给人钱 他不是说 撒瓜俩早了呀 对吧 可是家里边 已经拿不出钱来了 怎么办呢 跟自个儿媳妇说 上娘家 拆嘴 拆嘴来呢 咱们 得做生意啊 万一真合适的话呢 咱 有一点东西咱对了 这就 当时就 能翻过来 因为什么呢 古玩行 它不像别的 啊 你要说这个 俩门俩挨着 这是卖古玩的 这家是 油盐店 你看这俩不一样 油盐店 早晨起来 一开门 人就不断 啊 来一分钱的醋了 啊 来一毛钱的香菜了 好家伙 乌洋乌洋的人 到晚上一算账 今儿一天 卖十五个钱 油盐店 就这买们吗 旁边那屋 古玩店 仨月未必开了张 但开张卖一件 够吃二年的 它就这个生意 对不对 说保不齐 万一咱们要是 能得着一件宝贝呢 咱们家就算是 行了啊 媳妇也没办法 因为这个 回娘家张嘴 这个事其实挺难的 但是想来想去 你不去怎么办呢 是吧 好吧 回娘家吧 啊 回娘家 找娘家拆了多少呢 二百 拆了二百 啊 说这 仨月俩月的 就给您拿回来啊 扫我们大眼的 娘家还不错 先花着吧 拿钱回来的啊 给你这个 行嘞 啊 搁到家里边 身上呢 揣着几块 就能出去了 夹着个小包 打着小骨 啊 走吧 这东西也不能上远了去啊 也就是走街串巷 北京前三门这些个胡吕呗 吃完了中午饭 杨子就出来了 啊 这走着 打着骨 脆 正走着呢 这家门开了 大骨子 哎 男的 大骨子 哎 啊 赶紧过来了啊 进来 进来了啊 来的这礼物啊 一瞧这家这家具 都是红木家具 桌上摆着东西 墙上挂着 挑衫对联 都是名人字画 就知道这家 趁点忙 啊 这位爷 您有东西要允我呀 会说话 为什么呢 大户人家 卖东西 不好听啊 你知道人家 出了事了 还是怎么着 为难了 啊 卖东西 不好听 就是 你有东西 要允给我呀 或者你有东西 让我看看呢 我开个眼 得会说话 这是跟棺材铺似的 啊 打棺材铺进 进来 你说喝点水啊 喝水聊闲天 啊 到走的时候 您那个 有那个认识的朋友 街坊 有那个闲事 你想着跟我们张罗点 这是棺材铺 唯一的一句客气话 您那个街缝邻居 朋友们 要是有闲事 您给张罗了点 就你认识人啊 谁家死人了 买棺材 上我们这来 只能是这样 啊 别人问 他快来呀 家死人了没有啊 啊 买我们的吧 好不好啊 要是灭门了 打折 不像话 没有那样 看点东西 好好好 您 让我开开眼 等着 进后屋 一会儿出来了 啊 拿一大包袱 啊 抱着 这状态 这形状就是 一摞碗 外边拿一黄颜色的 包袱皮裹着 捧出来了 打开了 十个大碗 这么大个 十个一摞 你瞎瞎 哎 您放这儿吧 得放那儿 这古玩行的规矩 没有人家抱着过去 你就拿一个光机摔了 算你都算他的 您各位出去逛文物店也好 哪怕是个地摊 你可记住了啊 不能接人手里的东西 包括别人正看着呢 你也不能 你得等他撂下 他撂下 你再拿 这都是规矩 啊 是 人家放下了 看着吗 没 瞧 真好 薄胎 薄胎的大碗 四面四条团笼 一敲 大大的响 呦 官窑吧 啊 官窑 官窑的跟民窑不一样啊 各位啊 民窑那给老百姓烧那粗丝大碗 喝茶子吃炸家面那 那可不值钱 官窑那是给官家给黄烧的 这一窑出来多少 宅说十个好的来进贡 剩下就地砸碎就埋了 啊 官窑值钱在这 你这咱们单说瓷心 那是另一个事 看看这十个 这十个都看一遍啊 好东西 拿吗 我拿吗 你晕给我了啊 什么价啊 得问多少钱啊 你说呢 别我说呀 东西是您的呀 啊 东西是您的 我得看看你的眼力啊 啊 你能给 多少啊 啊 您这十个 我给您 一百块钱 那和年头这一百块钱 都不少了 给您一百块钱 心里想的是 我家有二百 给他一百 怎么这一翻手 这个也得赚钱 啊 本家乐乐 去忙去吧 去忙去吧 您怎么 买卖不成人一在啊 您给这件 一百五千一个 一百五千一个 别 别别别别 我跟你们这么说啊 这他们 那老公打 打皇宫拿出来 才不能这样 老公 老公是太监 那 后来不怎么这老公改了丈夫 你瞧 北京的老话嘛 管太监叫老公 就那俩字 啊 你包括戏班里边 台上上四个小老公 就是四个小太监 谁的大老公啊 谁的大太监 老公是太监的意思 后来就改了啊 啊 有的时候走街上 一男一女啊 这是我老公啊 我心说 那会儿啊 竟是那个 太监打皇宫里边偷东西卖 很多这个 皇宫里的宝贝 包括字画 包括玉器 包括东西 皇上家有的事 也不当好的呀 太监宫女 勾金一手拿出来 就外边卖去 啊 要是捡个漏 那真有好的 啊 所以说老公 打皇宫拿出来 他也不能这样啊 那你再说一个呗 你再还个价 我听听呗 这晚上您说 东西是您的呀 您肯定是 要越多越好啊 但是您得考虑 我们还得翻手去卖去 肯定是越便宜又好 东西是好东西 这不用说了 您这是大户人家啊 您再给个价吧 八百 你别别别八百 你这我给您啊 我给您三百 这聊不到一块 这差的太多了 八百三百 不是年轻 他心说 其实这三百 我都咬着牙 我家只有二百啊 我还得拆对一百去呢 您再聊聊呗 聊聊呗 你甭聊了 你呀 你回去琢磨琢磨去吧 琢磨琢磨 那得 您也想一想 我回来再说 出来了 又转了转 给什么正经 晚上回家了 晚上回家 媳妇呢 给她做的炸姜面 两口子吃饭 今儿怎么样啊 今儿见好东西了 今儿见好东西 大户人家 开着后门叫我进去 见了十个大碗 十个大碗 真好 要多少钱 要八百 那你想都别想 咱偷去八百 是啊 但其实要是四百 五百 五百就能要 要是五百就能要 有铺吗 有铺 有铺 真好 那 那 拿到手里 一定是关摇啊 这要是五百拿下来 能卖一千 损死的卖一千 最次卖个七八百 也行 真的 哎 你吃面吧 行了 满盘家里边 就二百五千 你就说人家五百给你 那三百呢 唉 你来趟你们娘家怎么样 你以为张嘴子那么容易了 对不对 不是 这眼瞅着到手 这样你 你要能 再拿一三百 这五百给他 三天我就能给他卖了 三天 之前那二百咱也能还 哎呀 我就想不开嘴 我没法说 你看 我明儿啊 我还上那家瞧去 我再看看 我别打眼 我再问问人家这个 认同不认同吧 你咱想挺好五百 人还未必给呢 那倒是 明儿再说吧 哎 晚上收拾收就睡觉了 转过天 早上起来 啊 大家里呢 钱拿出来了 啊 身上带着一百 想着万一成 这是个定金呢 带着一百 又打家里出来 啊 又奔那家后门 打着鼓 小鼓声音不大 但是很清脆 因为这个东西就是 给深宅大院的人听的 这个东西不能闹着 满城风雨的 弄个锣 光光的 那是着火了 哎 门又开了 又是你啊 哎 爷 您急性 还瞧瞧吗 瞧瞧瞧瞧 进来 哎 进来 又来到这屋 怎么着 有心气 哎 您让我开开眼 再 啊 上屋去 爆出来 嗯 看 怎么看怎么爱 这十个板 又瞧一遍 这位爷 您再给个价吧 贵姓啊 我姓杨 杨先生 贵贵 杨子 杨子 两回来 看来你是真有心气 成心药 成心药 您拉拔拉拔我 啊 这个 这个多少能 让我们过两天好日子 嗯 倒是会说话 啊 能给多少 我跟您说 我们这小美 别废话 能给多少 四百一大棍 你拿不走 不是 您看我们这个 您也知道 这北京城买房 这都 你说买房 那你买去啊 对吗 是是是 您说 六百吧 您要这么说 咱 咱 咱不说别的 五百 我跟你说 我只能还到五百 再多我拿不出来了 啊 五百 你就拿得出来了 这位爷 您看这个 掏出一百块钱来 定金给您这个 您容我一天功夫 明天我回来 给您剩下这四百 那晚我再拿走 行 搁这里去吧 明天等你 哎 出来 心说呀 得好好的 做个媳妇的思想工作 因为是别处 弄不出钱来 啊 回来 家里 咱那么早回来了 您收累吧 干嘛呀 回趟娘家呗 怎么了 九百人 云给咱了 要 那这 难了 别借 定金我都给了 我给人料了 料了一百 料一百 家里还有一百 这就是 二百 你再拆三百来 拆三百 凑五百 明天我就拿这碗去 给我三天功夫 我就能把钱卖回来 哎呦 你这缺德的 哎呀 我以为你到那 人家给你轰出来 就得了呢 这不要命 你知道多为难呢 你跟你哥哥说 我哥哥没 我嫂子那脸不好看呢 你过两天 一还回去就行了 多给他三十二十 缺德的玩意儿 我去吧 说归说 你怎么办呢 一百块钱 订金都给人家了 去吧 哎 这吃完了中午饭 这媳妇回娘家 羊子跟家等着 心里边 哎呀 帮天喝 媳妇回来 真拿来的 娘家还不错 啊 嫂子是不爱看吧 但是呢 哥哥不错 疼妹子 而且这一句话说了 三天给咱拿回来嘛 连之前的二百都拿回来 啊 没事你拿去去 不爱着不爱着 哎 谢谢哥哥 嫂子 拿着回来了 啊 羊子乐了 该找我发财 啊 太好了啊 钱搁了一块 拿小包包好了 这是一个三百 啊 家里还有一个一百 这是四百 行了 明儿就成了 嗯 天也黑了 明儿吧 吃饭睡觉 早晨起床 拿这个去 到那 瞧人家后门 一开门 哇 来了 啊 来了 我给您送来了 行 言人有信 进来吧 哎 进来了 啊 到人物一瞧 碗在桌子上放 昨日拿着一百 还跟桌子上搁着 就说明人家没当回事 一百没收起来 啊 啊 这晚上在这呢 你再瞧一眼 哎 我瞧一眼 你我瞧一瞧 没毛病 啊 对吧 对对对对 啊 把自个这四百 您点点 哎 不用不用 啊 拿走吧 哎哎 得嘞 谢谢您上饭 拿着 出来了 先回家 让媳妇看看呢 回家了 家里 瞧起 哎 开个眼吧 哦 我看看 呵 不赖 那当然不赖啊 啊 这是官瑶 这就是不知的是 哪个朝代 什么时候 咱家没谱啊 他家是没有谱啊 过去大慈禧店 都得有谱 就跟一本书似的 因为哪一朝 哪一代 哪一年 烧了什么 上面有图谱 你得再谱 这个东西才值钱 咱家没谱啊 得了 下午吧 下午啊 吃完中午饭 我出去 我一会儿 我 瞇瞇会儿 这一段太紧张 这两天啊 吃饭吧 吃饭 吃完饭呢 稍微瞇瞇一会儿 也就睡了半个钟头 起来了 擦把脸 我去那个琉璃厂啊 我去那个 找他们给看看 琉璃厂 古玩店多呀 慈禧铺也多啊 保不齐到那就卖了啊 晚上咱们就下馆子 外边吃去啊 哎 我等着你 嗯 又拿一大包袱瓶 把人家这个包的里边 个怀里边抱着啊 走吧 大家出来 都前三门 但这个琉璃厂 也没多远 到这儿啊 把着那个路口 就一家 古玩店啊 跟这儿还熟 这家呢 掌柜的姓江 江掌柜 他父亲活的时候 跟这个江掌柜呢 还是哥们 到这儿了 一推门进来了 伙计在外边 不用扫地呢 擦柜台呢 有羊子来了 哎哎哎哎 在这儿呢啊 老掌柜的呢 后屋躺着呢 哦 你说一声 说我来了 哦 伙计奔后边去了 老掌柜呢 吃完饭 跟这儿歪着呢 戴着眼镜 拿着东西 正瞧呢 掌柜的啊 啊 羊子来了 哪个羊子 就是这 啊 他呀 有日子没见了啊 行 我瞧瞧他 起来了 打后屋 出来 羊子 哎 大爷 比他爸爸大 大爷您挺好的 行 托你那服 小子 干嘛呢 现在啊 有日子没看你了 嗨 我爸爸这一没了呀 这不嘛 我 打了鼓了 哦 好好好 这行了 这 平能地吃饭啊 这个 有眼力啊 这要说发财 就在眼前的事 挺好 挺好 挺好啊 不赖 是是是 大爷 我有点东西 您瞧 就看看您能要吗 呼 你看看 我就说你小子出息吗 啊 好 有好东西 先紧着我瞧 打开看看啊 哎 放到这儿 先把他这包裹皮打开了 里边是那黄包裹皮 打开了 掌柜的把眼镜戴好了 啊 十个大碗啊 十个 哦 好东西啊 哈哈哈哈 这是 一说这心里痛快了 哈哈哈哈 嗯 好 嗯 这个 打算 怎么出啊 哎呦 大爷 我 我别说怎么出 您是行家 您给 您给个劲啊 那个 伙计 拿咱这谱去 得拿谱 啊 拿谱去 看再谱不再谱 哎 一大锣啊 戴了眼镜 翻三遍 杨子 谱上没有啊 官窑的东西再谱啊 谱上没有啊 您再看看 我别看了孩子 我看 我干这玩一辈子 你爸爸活着我就干这个 这 没有啊 少爷 没有 哦 哎 您看看 那您给个劲 我别给劲了 啊 咱们自己人 你要说外人他敢愣说 咱们爷们 别给劲了 啊 你还收着 先收着 啊 这个对机会 错不了 啊 就是客气话 心就凉一半 哦 记上了 抱着 行 那那回再说 哎哎 看脚底啊 抱住了 哎哎哎哎 出来了 一身冷汗 普生没有 五百五千 哎呀 这可怎么办呢 又一想啊 古玩店没有说谁家是绝对权威的 他不要呢 别处咱们再问问吧 啊 往这边走 又有一家 啊 推门进来了啊 哎 几位 哦哦哦哦 这家不老熟的啊 来您呢 哎来了来了啊 给瞧一样东西吧 哦 好 人家这掌柜的呢 在柜台里头呢 什么呀 十个大碗 哦 好 啊 来您打开吧 给你打开 你的东西 你看 十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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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谱去 哎 我就拿谱去了 没有 您这东西 铺上没有 啊 啊 那 那 就是 可能是 给个价吧 您看您 怎么能要啊 啊 一块钱一个 一块钱一个 十块钱 这十个 包補皮 还得给我们 我 五百买的 啊 给您倒洗 哦 哦 好好好 那还废话什么呀 手指哆嗦呀 啊 打了眼了呀 抱着往外走 抱着这个紧呢 啊 走吧 又往前面走 还有 啊 进去 看看这个 好 拿谱来 一拿谱没有 就琉璃场这一带 所有的古玩店 全看遍了 家家看谱 谱上没有 没见过 有给两块一个 有给五块一个 没有过十块 失魂落魄 这可怎么办 天都擦黑了 不能抱着十个碗 跟街上溜的 回家吧 回家了 一进门 媳妇一回头 你怎么了 进来 进来进来进来 怎么了 这事 啊 撞刻了 撞刻 过去这个 竟有这个啊 说这个人呐 什么妖魔鬼怪呀 或者是死人的亡魂呢 撞到你身上 附体了 失魂落魄 这叫撞刻了 你撞刻了 把东西先放下 啥了 你怎么了 拿回来了 没问你呢 可不拿回来了呗 问了吗 有给件的吗 别跟人家什么 八百一千的 够本 再挣点儿就行 不是呢 哎 怎么了 你别喊着我心怒 心怒你 怎么了 去了 他们 他们说 不在谱 什么 什么不在谱 官窑的东西 都有谱 这看上面 写的那话 得跟这一样 在谱才值钱呢 他 不在谱 媳妇本来 活面要做饭 一片就待在那 怎么呢 娘家那五百块钱啊 许个人家三天还 五块钱 可缺德的哀悼的你 你说 你 你哎呦 要了亲命了 这东西对不对 对呀 打开打开打开 打开了 媳妇洗洗手 把那面擦干净了 你给我说说 怎么个好法 我现在 我也不知道 怎么个好法 你说那是人话吗 你不知道 怎么个好法 你就敢花 花五百 你买这个玩意儿 你说 你说这 它有什么用啊 啊 这人都傻了 啊 你说有什么用 哎 那 那有什么用啊 不行 咱就留着咱家吃面吧 你 你长那个金牙了吗 啊 五百块钱 买十个碗 你吃面 啊 你是真缺德呀 别的 甭说 这个玩意儿 我 我回娘家 我怎么交代呀 本来我嫂子那 就 那个 鼻子不是鼻子 脸不是脸的 我哥一劲褶着说 啊 这还捧你说你那眼睛好 你眼好个屁呀 你这眼睛啊 你这不要了我的亲命吗 这不是啊 这个玩意儿 我嫁给你 我算倒了没了 媳妇哭 羊子呢 不是滋味 你说想反驳两句 说什么呀 你怎么跟人解释 坐在这 低着头 也不说话 啊 这媳妇 哭一会儿 数了一会儿 数了一会儿 骂两句 骂到最后一生气 抄起一个碗来 我去你的 啪 摔地上 焚焚碎 羊子蹭一下子就下来了 我的天 怎么呢 钱呢这是啊 啊 先护着桌子上这九个 那个是已经碎了 啊 把媳妇推开了 系这包袱皮 把这九个大碗 系好了 搁在炕上 搁在背座那儿 蹲在地上 捡那点碎渣 把这碎茬捡起来 搁在桌子上 眼珠子都红了 十个都没卖出去 剩九个了 哎呀 家里的你别闹了 好不好啊 媳妇哭 我闹不闹 我都管什么用 这日子过不了了 我娘家我也回不去了 明儿我就上吊死去 哎呀 两口子就跟这儿矫情着 啊 当天晚上饭都没吃 气的 到最后呢 娘子热了点剩菜 两口子吃吧 还得哄媳妇 你终归人家回娘家 拿来的钱吧 啊 行了 你也别别扭了 啊 明天我还得出去 啊 不是说了 三天还钱吗 那个 我再转悠转悠吧 转悠转悠 然后 要是办一有合适的呢 咱先卖 哪怕能卖个 一百二百呢 是吧 但是 先还给你哥哥 剩下的呢 我再想折去 哪拆在这 你甭弄这套 你那棚子谁长得像有挣钱的样 啊 不是你别这么说 是不是 行了行了行了 睡觉吧 睡觉吧 啊 当天晚上就睡觉了 啊 早晨起来 很早就醒了 其实 现在中转说 早晨五六点钟就醒了 醒了也不愿意起床 谈到炕上 瞪着眼啊 看着房梁 真发愁 人在没辙的时候 那个真是万念俱会 啊 怎么办呢 一会儿的功夫呢 媳妇也醒了 那干嘛呢 醒嘴呢 嗯 行吧 起吧 还躺不躺着 睡不着 起来 哎 俩人起来了 先生火 啊 生火 媳妇起来 把地扫了扫 啊 门口呢 炸了几根油条里 家里有那个剩饭 啊 剩那个米饭 堆点热水 和火上热了热 当粥 切点咸菜 俩人坐着 吃吧 啊 吃吧 吃 吃饱了 把这九个大碗 又抱起来了 我 我出去了 哎 去吧 啊 想上哪儿上哪儿啊 不回来也行啊 缺点点吗 就说这话 我的家呀 我能不回来吗 我去卖去 啊 去吧 走呗 昨天是 流了产 没成功 今天一出门呢 就先奔这前三门 因为前三门呢 这个 鼓完店也很多 啊 向这儿去 看看去呗 顺着大讲的 胡吐出来 奔前门就走 啊 走着走着呢 哎 这个 路东这边 有一家 鼓完店 刚开门 一般来说 鼓完店 没有这么早开门的 人有的 中午之后 谁大早上起来 七点半买鼓完去 所以说 这个店 没有开门那么早的 但这家 今儿不怎么了 啊 门也开了 伙计在门口洒水呢 把弟嫂子 怕有土 爬过来了 早啊 哎 早您呢 哎 杨子 这伙计他认识 哎 是我 啊 怎么那么早呢 哎 今儿 掌柜就过生日 啊 让早点 哦 哦 好 过生日 掌柜的在吗 在啊 本来说让他歇一天 他不干 他说这个 万贯家财 都是他做买买做来的 过生日 更得纪念这日子 啊 掌柜的都来了 在柜台里边 哦 我进来吧 进来了 掌柜的 这个认识 杨子 哎 哎 给您 贺寿 哎呦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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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中午过来吃面来 哎 没事 那个 我这有点东西 您得看看 哦 好好好 拿来 我瞧瞧瞧 搁在这儿了 啊 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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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个 九个 拿谱去 一说拿谱 杨子心都凉了 哎呀 天不怕 地不怕 就怕拿谱 啊 不用拿了 掌柜的啊 不用拿了 什么 什么叫不用拿了呀 哎 哎 哎 这孩子 你这是哭啊 这是乐呀 你怎么了 我说 您得看看 这碗子怎么样 好啊 九个大碗 啊 不挺好吗 我瞧瞧 瞧瞧瞧瞧 看看 再谱不再谱 哎呀 哈哈哈哈 行啊 瞧吧啊 伙计拿谱去 伙计到后边 搬这谱去 放在这 转柜的戴上眼镜 看完了一和尚 杨子就记着包皮 怎么呢 准确说 没补 没补拿走啊 正好记着 掌柜的 别动 打算多少钱 哎 我跟你说实话 我 我五百块钱买的 我五百块钱买的 我现在我 我 您给我五百 我都认头给您 平推都行 啊 您要是可怜我 您多给个十块十块的 啊 五百 五百二 五百三 都行 掌柜的乐了 小子你这是拿我开玩笑 啊 什么 五百 五百二 五百三 就你这九个碗啊 给五万我都占便宜 掌柜的 这个您怎么出了这么句话 混蛋呢 有谱啊 九龙徒 测一个队了 嗯 我 我 我 词 我 可能 我 词 写 稍